然后我们来看9.5这一节 我们在上一节介绍部分微分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说我们对x做偏微 或者是对y做偏微 其实相当于是对x这个方向做微分 或者是对y这个方向做微分 因为我们看的是x 只把x当变数 看这个函数值怎么样随着x的变化而变 那其实我们这个微分的方向 不只是可以针对x和y的 我们在这一节主要讲的就是说 我怎么去定义这个有方向性的微分 directional derivative就是有方向性的微分 那假设我们今天要微分的函数 一样是z等于fxy 然后我们微分的方向 我们用一个函数来表示 我们用一个向量来表示 用向量u来表示 u是一个单位向量 那它的方向 x的分量写成cosθ y的分量写成sinθ 那它的长度是1 所以是单位向量 所以我们如果说画在平面上的话 我们看到说u是可以画在这里 那当然它是可以做一个位移 我想要在这个平面上什么方向做微分 我把它移到v这个位置 v这个向量这个位置 那移到v这个向量位置 我可以同时乘上一个放大 放大h倍 那我的h就会相当于是 我x方向的平方 变量平方跟y方向变量平方的结果 就是我在这个v这个向量方向 它对应到x方向 和y方向分量的变化 那所以我如果想要看这个函数 相对应在x变化了delta x y变化了delta y 这样的量之下 我的函数值变化了多少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把定义写成一个定义一个 有方向性的微分 也就是当我的h 去近于0的时候 就是相当于是我的delta x b近于0 delta y b近于0 那我的x加上delta x y加上delta y 然后减去fxy 这样的 这样的值 当那边h去近于0的时候 它的值到底是多少 那当然delta x是hcosθ delta y是hsinθ 所以这个定义就变成是 我的函数值在 x加上hcosθ y加上hsinθ 对h的微分 那这边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这个delta x和delta y 它是有方向性的 因为当初我们这个delta x delta y 它是跟着我的cosθ 和sinθ 变的 所以我的方向就是我的u 这个cosθ 和cosθ 和cosθ 和sinθ 是我的单位向量定义 单位向量u的方向 所以我的differential directional directional derivative 它的方向就是由u来定义 我们是把它写成一个 初体的大写的d 然后再下边一个u 这样子来表示它 你的手写应该 把它写成向量 会更直觉一点 就是说 这个e 呃 应该说 如果说 我们把它 画出极合上的意义 就是 我的 x和y 分别变化了delta x和delta y 在平面上delta y 在平面上delta y delta z的时候 那我的函数值 它的变化量是多少 在我这个方向上的变化量是多少 那它出来的 就会是一个 一个 存量 就是它是 它是 刚刚我们 当我们写这个partial f xy partial x 我们是对x的方向 做偏微分 只管x方向有变化的时候 函数值的变化 那现在 我不止对x 我还有一个分量是y 丢出了delta x 也有delta y 这两个分量 往这个分量 这两个分量 组合出来的方向 回分的时候 那我的函数值 会变化多少 我们就写成 这个 粗体的d 下标一个u 那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 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我们现在把一个 这个 韩式 h这个韩式 就是刚刚我们是针对h这个作偏 做偏微分嘛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一个h的韩式 那我对g 对g 取微分的话 相当于我们刚刚的函数值 取h 所以这个 这个 微分的结果 就是我的 有方向性的微分 directional derivative 那我们写成定义的话 其实要表示的就是我们上一节讲过的这个圈入 我是 我的g 其实是同时是x的韩式 也是y的韩式 所以我是分别对 我今天想要对h做偏微的话 那我需要先对x做偏微 先对y做偏微 然后再分别乘上x 这个韩式 对h的微分 还有y这个韩式 对h的微分 那如果今天我们再把这个结果写下来 相当于是 我 xy fxy这个韩式 对x做偏微分 那 还有乘上x 这个韩式对h做偏微分 那x这个韩式 对h做偏微分 就变成cos 那 y fxy 对y做偏微之后 再乘上y这个韩式 对h做偏微 就剩下sin 那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式子 拆成两个分量 两个向量相乘的结果 分别是 前面这一项 对x偏微的这一项 乘上x这个分量 y做 对y做偏微的这个值 结果我也乘上y这个分量 那cos θ 我就一样乘上x的分量 sinθ乘上y的分量 所以写成这两个向量的内积 那一内积的话 x对乘x加上y乘y 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 我们回到我们上一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 我们也可以把它表示成另外一种写法 这个是一个gradient 这个抱歉 我们这边应该写成初题 gradient fxy 内积或者u u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u这个向量 也就是微分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会发觉说 我的directional derivative 我想要让我的fx 去 我想要看我fx这个函式 往u这个方向 微分的结果 相当于是我对xy去gradient 内积u这个方向 那现在我们就跑出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叫做gradient 也就是其实是我们的T度 看到下一页就有它的定义了 所以我们在上一页的推导看到说 我的fxy 对u这个向量的方向 做微分的话 它其实可以写成 我对fxy去gradient之后 再去内积我的u 也就是我这个gradient的值 其实做完gradient这个运算之后的结果 其实相当于是 它会是一个向量 表示的是 这个我们到下一节再看到 表示的就是我这个fxy 变化量最大的方向 那照我们刚刚前页的 这个式子表示的话 看到说我的gradient 对fxy去gradient 相当于是 我对f 取对x片尾 f对y做片尾 然后分别乘上xy的分量 所以呢我们的运算 这个到三角的gradient 这个运算 我们就可以写成 partial x partial y 然后分别乘上 x y y的分量 那如果是在三维空间里面 我们要做gradient 的话 就变成是 三个分量 分别 xyz做片尾之后 再乘上 xyz的分量 那写完整的话 完整的这个运算 就是写在这里 分别是二维的和三维的 这个二维和三维的 这个二维和三维的 gradient 等于写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说 为什么刚刚有提到这个gradient 其实是我得到的结果 相当于是我这个f做微分 它最大的方向 就是我们 u 其实是可以定任意的值 我的f这个函式 可以在任意的方向做微分 我的u的这个向量 改变的话 我就是对不同的方向做微分 那 我们取出来gradient 它的意义 其实是 它找出我这个f 它变化最快的方向 还有这个 这个 向量的大小 就是它的变化量的大小 那因为我们看到说 我取对u这个方向 做微分的结果 相当于我取gradient 内积u 那gradient 内积u 其实是 我们根据这个 向量的运算 我们知道说 它相当于是 两个向量的norm 乘上两个向量的夹角 那这个结果 它 我们刚刚这个u 又是 单位相量 所以它长度是1 那这个结果就相当于是 我的gradient 乘上 夹角的cos 它一定比这个 直接去gradient的norm更小 所以这个也就说明了 我们的gradient 这个结果一定是比 我的 方向 那 我的微分 的 值 是更大的 就是说 这个取t度 的结果 相当于是 我们会得到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指出来的方向 就是我的f 这个函式变化最快的方向 那它的大小就是我这个微分的结果 就是它的变化量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节 想要跟大家讲的 介绍这个gradient 这一个 这个运算方法